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刷上自己喜欢的馅料 再来点烧烤粉 一包馅多 肉想夹多少夹多少 一口咬下去 满满的回忆 你们觉得我这手艺该去哪里摆汤呢 别人家都是三菜一汤 我家就不一样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五菜一汤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了 腌制的配方 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味道比较清爽 但是可以很好地取出蔬菜的色和苦味 找一个大盒子放入切好的蔬菜 倒入料汁 莫果食材 放进冰箱 冷藏一碗 既爽可又下酒的五菜一汤 就做好了 快做给亲爱的人吃吧 我真的很佩服福建的这个沙鲜拌面 它怎么可以这么好吃 水烧开后 下面条煮上三分钟就可以捞起了 然后放酱料包和葱油包 就这么一拌 比方便面还简单 而且味道特别香 手脚冰凉的你 今天这个教程一定要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准备500克的红枣 像我这样减开聚合 生姜小皮切片 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 焖一火 煮好的红枣 又露手捞出来 放入破壁机 打成枣泥 倒进碗里 备用 去皮切好的生姜 加入300毫升清水 打成姜汁 用砂布过滤 记得一定要挤一挤哦 要不然就浪费了 起锅 倒入姜汁 来两大块红糖 等红糖化开 倒入之前打好的枣泥 记得要不停地搅拌 摇过回湖底哦 熬得越干 保存越久 等水分蒸发了 就会变成很细腻的膏状 放入准备好的罐子里 一罐不仅手搅暖 心里更暖的姜枣糕 做好了 想吃的时候 摇一扫到杯子里 用80度左右的水冲泡开 快 做给你爱的人喝吧 太开心了 收到了卫视的自由派烹饪礼盒 还有一张挑战卡 那么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三杯鸡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找闺蜜动手哦 加入屏幕上的调料 姜和料酒可以帮忙去腥 先是三杯鸡中的第一杯 香油 倒入腌制好的汁中 煎至两面焦黄 然后就可以倒第二杯米酒了 重头吸来了第三杯 一次榨取三杯鲜香的威士达味鸡鲜 等待汤汁沸腾 搅入20克白糖 给美味加点想象力 来点柴椒和洋葱 鲜美嫩滑的三杯鸡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妈呀 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啦 Q水都流了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好吃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锡纸鸡翅 没有男朋友的 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这底下是胡萝卜 吸住了汤汁 味道特尔的一半 我觉得懂得散待自己喂的人 就不会孤单 最近特别喜欢用锡纸来做菜 这样子瓦都不用洗了 打开的一瞬间你会发现所有的香味都锁在里面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刚刚出炉的小心烫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保持花甲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调个酱汁 酱料的配方都在屏幕上了 喜欢一个人就会去宠它 懂它 喂饱它 淋上酱汁 招匀腌制10分钟 把花甲平均在烤盘上 进烤箱200度15分钟 味道鲜美原汁原味的爆汁花甲就完成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请大家原谅我不低调地发出来 我家是属于你的土豪那种天天上主干的 原谅我 我这种势力不允许我低调发出来了 你们知道北瓜是什么瓜吗 南瓜真的挺神奇的 单独吃并没有那么好吃 但是用来做甜品味道是真的好 中间可以包上自己喜欢的馅 但是不要包太多哦 要不然就很容易像我这样子 烤着烤着就漏了 来 第一个给你们吃 芝士的咸香搭配着南瓜的香甜软糯 还是会拉丝的那种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何为伴侣 柴米油盐烟火气 可否具体 凭尽富贵 不相利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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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资金 太多了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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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面安逸不 今年的新辣植做了辣椒面 搞得来吃不 安逸得很 来试试看我的豆腐好吃吗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日式烧豆腐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海苔剪成有豆腐一样的宽度 然后卷起来切开 在有豆腐的两面裹上淀粉 来调个照烧汁 配方都在屏幕上咯 记得要做好笔记 把豆腐煎成这样子的焦黄 最好还带着点酥脆 淋上照烧汁 撒上芝麻还有葱花 吃过一次你就绝对忘不了 快速给男人吃吧 爱吃的菜要吃到你 给你剥虾的人要一直在一起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酸甜柠檬虾 没有男朋友可能是因为你不爱吃虾咯 把柠檬切块 锅里一层薄油 下大虾来一勺盐 白糖可以多翻一点 除了可以提鲜 还可以让姜汁变得更浓稠 继续翻炒 包裹在虾上就可以了 酸甜可口超解馋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20个够够吃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环金锅贴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了 老规矩配料都打在屏幕上了 我觉得饭要和头缘的人吃 日子要懂你的人过 今天用的是小黄仁和苏尔联名的大爷们去炒锅 煎至底部金黄 倒入一碗面水 把汁水收干 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外表酥脆 内里香嫩多汁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突然发现好久没做虾了 今天又是虾的新吃法 包好壳的大虾对盘切开 记得加点淀粉 这样才会有酥脆的口感 用黄油来炸大蒜 真的是太香了 把虾皮刹 倒好摆上去 煎着煎着全部都会卷起来 比较爱吃辣的就撒点干辣椒 年轻一人就想喝乐可可 但是外面的都太甜太腻了 今天来做一个不那么甜 但是特别好喝的 放上几块棉花糖 老规矩先给你们吃一口 卷起来大虾 吃起来口感更丰富 表面还有炸到香酥的蒜末 快去试试吧 肥牛包着吃 你们肯定没吃过 味道真的是绝绝子 炒过水的肥牛和洋葱一起剁碎 调料放在屏幕上 关键就是这颗鸡蛋 让牛肉更多汁嫩滑 用饺子皮把肥牛包起来 放上平底锅 底部煎到焦黄之后再放面 加一点水盖上盖子先蒙着 随你自己喜欢的水果 切丁切片 酸奶加入冰淇淋粉 搅打至顺滑 没有颗粒感 铺上油纸 倒入模具 摆上水果丁 水果片 冷冻凝固后 切成适合的大小 这样做出来冰淇淋 一点冰渣都没有 是不是特别像小笼包 因为加了鸡蛋 所以肥牛变得非常的多汁 大小也刚刚好 一口一个 快做给家店人吃吧 至今是不是天气热不舒服 有没有胃口呢 把萝卜先挖空 银饿记得要提前泡发 再加入雪梨丝 冰糖枸杞 放进锅里先蒸着 给你们来到不一样的一面 用培根的油把口骨炒香 然后再放入一块黄油 关键来了 注意看 广和俘虏 我还记得小时候经常吃 味道还是那样的浓郁 纯香 两块俘虏过筛碾碎 再倒进锅里 一面也煮的差不多了 盖上盖子 拌蒙4分钟 加入广和俘虏的意面 熟悉的滋味中 又融合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满满的俘虏酱 口感更加丝滑香浓 开胃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昨晚的年夜饭 你们吃了什么呀 逢年过节 当然要吃盆菜啦 一大家子人 围着一国菜 才有团圆的味道嘛 鸡爪炖度胶质 姜片料酒去腥 做大菜 还是要用老板紫燕大火栏气灶 比较有烟火气 316不锈干 加上全表面陶瓷喷漆 耐用也好清洁 双全紫燕热得更快 火力更猛 开火的瞬间 老板双腔大吸力有烟机 8235S也联动启动啦 双腔刷吸 一秒空烟 满路的春节厨房去有逆神器 烧出汤汁 加入今晚的主角们 简单调味 搅拌至浓稠收汁 一层一层的麻好 淋上鲜掉眉毛的汤汁 不见盆菜 夹定把葡萄墙组组好了 每一口下去都是鲜味的大集合 果然吃上了盆菜才有黏味啊 你们家乡的盆菜是什么呢 过年摆在桌上的零食糖果 不要再去超市买了 先准备一点大颗的棉花糖 空隙要留大一点 要不膨胀起来会粘在一起 准备一点喜欢的果干和饼干 趁热放上去 用力的按一下 记得要再烤一次哦 这样才会变得脆脆的 第二个甜点特别适合兔头小宝贝 简单的糊糊匀到完全湿润的状态 家里没有模具的 用纸杯剪个圈出来也可以 这样的小鲫鱼 可比去超市买有行义多了 尤其是过年会来小朋友的 肯定会特别的喜欢 简单的打包一下 还可以当过年的伴手礼哦 我觉得世上原本没有圣诞老人 所有的惊喜和礼物 都来自那个爱你的人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圣诞大餐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在研制的时候来堆个蔬菜条沙拉 现在来做超好吃的粘料 洋葱切末 鸡蛋捣碎 最关键的就是秋皮沙拉酱 今天用的是味道浓郁 醇厚的蛋黄口味 特殊的树脂屏壁 双瓶口设计 粗细水心条 加入30克的秋皮沙拉酱 一点柠檬汁 黑胡椒 还有黄芥末酱 沙拉完成了 鸡腿也腌制的差不多了 腌制好的鸡腿裹上面糊 油温八成热下锅小火炸15分钟 挤上秋皮沙拉酱增加风味 画线更有趣 上上青红彩椒来装饰 外脆里嫩会保质的手掌腿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很多人西葫芦买回来不知道怎么炒才好吃 跟着我这样做清脆爽口非常下饭 首先将西葫芦去头去尾 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去掉中间的瓜嚷 切成这样的长条 放适量盐用你性感的左手 抓匀腌制10分钟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浇做菜 能给个免费的小红心支持一下吗 谢谢了 锅中放五毛钱的五花肉煸炒出油汁 然后放蒜片辣椒 一勺豆瓣酱 继续煸炒出红油 下入西葫芦 白糖 鸡精 料酒 老抽 大火翻炒两分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炒的西葫芦 清脆爽口 非常下饭 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人都夸你是大厨 你不可以做到这一步 然后我们适应 你看到这里 好